哈囉大家好我是Luster 今天呢我們要玩這個 台北市政府出了一個小遊戲 奔寶吧台北 大家可以看到了 柯P正在喘了 才剛開始欸 喔 在一個瘋和日曆的早晨 柯P如往常的早起去市政府上班 怎麼沒有搭公車啊 好的 喔 邪惡柯P 看看窗外吧 柯P一定是沒有搭公車所以 又下雨了他一定今天開車來 台北市就危險了 柯P一樣是要掃頭 拯救台北 前所未有的冒險在等著你 柯P要去追公車了 嘗試開門 打不開想了三秒鐘 還真容易欸 我靠 柯P說他今天忘記搭公車了 不對啊外面不是 燒得跟什麼一樣嗎 啊隨便啊就直接開始選了 所以是要怎麼樣怎麼玩 不ta 可不要去追公車了 閃掉人群和障礙物 特殊道具會發生神奇的事 你的朋友跑那麼慢 小孩 小孩在路中間啊 台北的街景就是這樣啊 希望這些 負責任的家長們把這些小孩 帶離這種鳥地方 有看到柯P市長在跑嗎 喔快一點了 跑快一點 衝啊 死小孩滾 小孩站在路中間是很恐怖的 喔 喔 小女孩 什麼鬼啊 高齡化趨勢想辦法 提供長輩完整的福利 共食半桌 喔就是按 按鈕讓他快一點就對了 靠我才半幾桌而已啊 才半四桌 喔 另外旁邊有兩個阿嬤看起來很孤獨耶 這樣好嗎 喔 動物園出來大猩猩吧 木炸動物園實在太混了 柯P應該要去整治一下 大猩猩都出來混 是不是 喔 捷運喔 有沒有捷運在馬路上開啊 欸神啊 台北市做得到這一點而已啊 繞過一個 其實速度還滿慢的耶 圓圓都出來了 你家的小孩 沒有房子住的年輕人 快加速作業為市民蓋公宅 可現在連間公宅都沒有啊 哪招啊 按左右鍵 蓋起來 你看 客P用兩隻手都可以寫字也超厲害 玩起來是還滿順的 只是 客P真的跑很慢 畢竟 他都 有點老啦 大家可以看到 沿途可以看到一些 台北市 有的一些 觀光景點啊 或是 古蹟之類的 像這個西門紅樓啊 剛剛有北門之類的 還有 一堆龍山寺什麼寺的都有 然後還有些 六歲鄉些公園啊 特斯羅公園建築 欸不對啊 剛剛的公車 台北公車自己都超殺的 怎麼今天的公車都開那麼慢 不對啊 捷運站 欸 被老人親了一下 喔 U-Bike GO 不忘戴安全帽喔 站在路中間吃東西不太好欸 柯P真的跑很慢欸 會不會快一點啊 這遊戲其實沒有那麼難 只是你看柯P跑那麼慢你就會覺得很 很煩躁 又不快一點 又不快一點 忠孝僑引到 死 解放北門的意思嗎 包贏鎮日 這是要幹嘛 不要一直按按鈕就對了 六天拆完 這蠻簡單的嘛 這只是 雖然只是一個宣傳政策遊戲 但是至少他們用的風格 還有他們想要表達的至少 都告訴你了 怎麼拆了忠孝僑引道啊 什麼老人的 或是像剛剛的U-Bike捷運啊 雖然捷運是歷經很多政府做的啦 搞之類的 馬路上跳什麼啊 欸 KP站不對喔 不過計程車開很快 倒是真的 至少整一下計程車啊 都沒人敢坐計程車 計程車都亂開一通 機場 不過有些建築物好像有點重複的樣子 這是講四大運吧 松山機場 耶 這應該是講四大運 怎麼KP也要去跳 衝啊 KP 衝啊 標槍也射太遠了吧 基本上就是按按鈕而已啊 上下左右按鍵就可以玩了 蠻簡單的 信義 101 貴死人不償命的小紅包 我現在只有 只有用一隻手丸而已耶 這太容易了 這應該只是想讓大家知道正機而已 剛剛有一個沒吃到 只要不損血玩也是可以的啦 只是我現在是用一隻手丸而已 KP很累耶 整個台北市都用跑的 市政府都整死他了 熊戰 是還有嗎 看起來是美囉 寶藏究竟在哪裡 KP KP一如往常的 跑回去他的辦公室 哈囉 喔 調查市長是 人不見了 只留下一副眼鏡 戴起來囉 有陽光的地方就會有陰影 所以有陰影的地方也一定會有陽光 這不科學啊 絕望的顏色越是濃厚 在那裡也一定會存在著耀眼的希望之光 欸 倒是耶 今天真的蠻熱的 重點不只在結果 而在過程 看看你的身後吧 已經找到台北市最珍貴的保障了 接下來 就繼續做你該做的事 我繼續吐槽KP嗎 KP這樣不行啊 欸這樣很恐怖耶 欸後面一堆背後靈是怎樣 連外國人都出來了 欸 左邊後面那一隻是什麼啊 是一路上 遇到的 那些人們 不知何時開始他們追隨柯P的腳步 在他身後 起心協力的為台北付出 欸呀 專心的吃小籠包啦 最重要的 陪伴台北度過危機的 永遠都是人啦 啊要辦是雞嗎 攻擊統治全世界 陽光重現天際 不久前的紛擾就像一場夢一樣 進步價值 光榮城市 欸啦 越南般的市井 B而已 這也太不科學啦 把所有小問題解決就不會有大問題 當然啦 要解決問題 就要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樣就對了嘛 好 那麼 這遊戲應該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死活率才92%而已 這個遊戲呢 玩這個遊戲其實無關政治啊 這個就只是一個台北市政府的創意 其實我覺得應該很多縣市都可以學學科匹他們 做這些有創意的事情來宣揚自己城市的政績 包括高雄市也是 其實高雄市蠻多資源的 我本身也是高雄人 所以我也蠻期待高雄市能像台北市一樣慢慢的起飛 雖然他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還很長一段 很長一段路要走 我沒問題了 那麼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橋段啊 或是有什麼讓我想玩的影片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今天口齒不清啦 好